在欧洲大陆的西北部 有一处尚不广为人知的一方寸土 一片普质有序的绿地远离喧嚣 然而它却是众多工业活动的热点 原因何在呢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哥罗宁根这座城市 及所在地的居民 我们就会获得更多的头绪 得益于温和的气候 这一片广阔的田园在参攻下尽情舒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里的人们脚踏实地 同时具有广阔的视野 他们用于工作上的心态 也具有这片土地的特征 开阔 平和 能量与活力是他们的注实 哥罗宁根位于能源谷的中心 也是欧洲清洁能源的发展区域 天然气这一地区最大的资源 就从此地通过天然气环岛供应整个欧洲 在荷兰 35%的风能 40%的电力 及40%的沼气生产 接源自能源谷地区 我们也是这一跨国界地区的能源枢纽 在气体及电力安全性上 有近百分之百的出色表现 在地理位置上 与其他的国际城市 诸如阿姆斯特丹 法兰克福 巴黎 及伦敦 有着便利的交通优势 格罗宁根也是欧洲能源研究院的所在地 综上所述的高科技 是不可能脱离人的存在而存在的 格罗宁根被称作人才之城 荷兰最多数量的专利 及最多数量的应用程序 都诞生在这里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化公司 诸如国际商业机器IBM 谷歌 荷兰皇家电讯公司 西门子及华为 都选择在格罗宁根设置分支机构 我们是国际商务的开拓者 人才之城历史悠久 格罗宁根大学 建立于距今400年前 如今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是有着充满活力的夜生活文化的繁华中心 居住在此的居民们 称自己拥有全荷兰最高的幸福指数 我们身以为豪 人才之城面向未来 我们的大学在系统集成 大数据及信息系统安全上 都受有专业 谢谢 谢谢观看